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老画画你知道吗 我听说当然 怎么突然出现一老头 怎么他能这么狠呢 又是拿一猎枪抢的 不是先在场里弄死一个人 叫驰蟹打死一个人 然后后来他们有传说 说是拿硫酸弄死这个人 跑了拿着猎枪 跑了你说快跑啊 但是又跑到一个什么地方 有哨兵站岗的 把哨兵打死了抢枪 然后又杀回头 又杀回到那个厂里 邦邦邦邦邦 总共打死的六个 就是六个人 六个人 这个事真是让人听着惊恶 这又让我想起文革 文革的头几年 上海数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因为政治压力 或者社会压力 单位里不开心 家庭种种这些 就在我家附近 张家花园出去有个叫 叫威海大厦 现在还在 就是被一辆这个公共汽车撞上 是司机故意撞的 就带着全车人往上撞 撞死拉倒 就这样 这是66年67年之间的事情 相同的事情 这个在那几年发生好几起 我们那会儿小孩就特别 特别开心听到这种 就又街上又出事了 这样 就是就卸私分 卸私分 然后去去控制 然后我自己亲自碰到的事情 那比这个要恐怖多了 就是1981年 我出国的前一年 我弟弟到北京来找我玩 然后我就晚上送他到北京火车站 北京火车站 买月台票 正要往里走的时候 就是我亲眼看到 爆炸的火光是什么样子 就是第一瞬间 是你眼睛睁不开的 就像一个白纸灯光对着你照一样 然后我看到 所有就是当时是自动电梯 电梯还在往上 但是二楼的人拼命往下逃 上头一团硝烟 然后这么震动以后 整个的天花板上 成年的灰尘都往下掉 原来有个哥们 也是为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身上绑着自制的炸弹 就上了自动电梯 往人口最密集就往里拥进去 登车的那个人群就就就就拉开了炸弹 文革的时候就有 不不不不文革结束 是1981年 1981年 1981年 那当然我们就就就往外退 往外退 我看到很可怕的一幕 就是有一群人就就跑过去 跑过去同时 就马上散开 当中有个拎了一条 就是炸飞的牙和牙肉 从上面飞下来 对下来 然后我们当然就就看热闹 就等在外面 等他们 就消防车队很快就到 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 也很快就到就拦起来 拦起来里头 我们就数着八九十具 不是尸体 就是受到炸伤的 具体炸死多少人 这个当时还没有报端 就是那么快公布 81年你想想看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情 也是一个复原军人 为了什么不不不开心的事情 就引爆了一个炸弹 我记得我们前阵子 还特别聊过 就是说中国这几年多了一些 看来不是多了一些 本来也就是这种泄愤 然后因为自己受了压抑 或者不高兴 然后就去找一些 自己不认识的人来发泄 那么通常我们今天叫 报复社会嘛 就他我上回我就讲 他没有把人当人 而他把人当社会 然后所以他才干得出 这样的事 可是我现在又在想 像这里面还牵涉另一个问题 他牵涉什么 就那天就 但是你也提到就说人对情绪的控制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就我觉得中国人当前的中国人 对于自己情绪跟情感的这个调节能力 不是那么好 就我们所以很容易看到比如说飞机污点 然后大家就骂人要动手打人 就你很容易看到有些人的情绪失控 那个状态就很容易看到一个人要暴怒 要怎么样 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就他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的问题 好像我们不是太擅长 你觉得呢 是有这个问题啊 这个这都好像还不完全是现在 反正我有生之年我能记得的 都是这样 对我蛮少看到哪一个阶段 就是整体性的人群 就是自我控制理性 然后沟通 从来没有 我不记得有任何特别良好的阶段 这个确实是很有 你所以你作为一个香港人 格外的你能感觉到这个区别 你比如说 特别是你在香港人和大陆人 一起合作的公司里 你就觉得很有意思 香港人好像没有感情 他在公司开会 他就干什么干什么 大陆人呢 我就想起当年梁启超 写文章说有个特点 叫笔风常态情感 对为什么他的文章感染力很强 那都是恒态情感 前一阵咱们又说起 那个陈可欣拍那个电影 叫中国合伙人 他们那个时候呢 说这个余美红他们就开会 他觉得没有办法开 他就是说 他说这个大家最后讲的 都不是公司里的事情 最后我们就骂起来 后来他们说 我们几个都是土编 我们不懂怎么操作一个公司 然后说找一个国际的咨询公司 来帮我们出主意 结果那个国际咨询公司就列席 旁听了他们大概一个月的会 最后一句话不说就告辞了 说你们这里的人 为什么一说话就哭 他一说话就讲公司里的事 一说话就哭 我觉得咱们真是性情中人 对 因为这点你刚才说 就我们香港人 这个不叫性情 这叫什么 我不知道 我们香港人对这个事实 格外敏感 会 我们香港人来大陆工作 生活 旅行 所以这几年香港人不是常说 自己跟大陆人分别 好像感觉越来越大 我想就接触多之后 你反而会更敏感 比如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今天下午去个银行办些事 在北京一个银行弄点事 那我就注意到 我坐在一个柜台前面 他跟那个柜员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隔壁来了一个人 那个人呢 就隔着玻璃 骂里面的一个柜员 那其实那也坐着一个人 其实怎么回事呢 就是他那个银行柜台前面 不是有一个显示屏 显示第几号 第几号吗 对不对 那那个哥们呢 他就是看到好像他的号码了 他就过来了 结果发现不是 大概就有些误会 但是他就很快的反应 就是先骂人 骂里面那个人 但是为了是中间还坐着一个客户 正在也在处理一些事 然后他就问那个人 你是不是看号码了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两个不明其妙吵起来 我是完全不能理解 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在同样情况 香港当然也会 对不对 在香港也会 我们也会误会 还没轮到你 你去了 看人家 对不起 还没轮到 回去嘛 怎么会 这个情绪是怎么来的呢 我是理解不了的 我 当然我在大陆也跑得够多 但是我仍然不能理解 因为我看的越多越觉得奇怪 就是为什么 就我已经看惯了 但是不懂 就不懂那种情绪是怎么出现的 怎么回事 想办法找个人 把你惹怒一次 但是我想说 他那个费点低 就他们容易被惹怒 就我觉得我们这容易的被激怒 或者容易出情绪的那个点 好像那个费点特别低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移民海外的中国人 移民海外中国人 差不多80年代 90年代新世纪 经常好好大家聚会吃饭大炒 大炒 就是海外 炒什么呢 谈中国啊 谈中国就太多问题了 就是你对中国现在怎么看法 你对美国怎么看法 然后中国又在变化 然后你对毛怎么看法 你对文革怎么看法 然后你对现在 我讲到后来就是老朋友老同事 甚至就是夫妻家庭亲戚之间 那拍桌子掀桌子 我都见过 对 那为的是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事 就是一谈就上火 就根本没 好好一顿饭弄得就是一塌糊涂 这个也是我不懂 因为我也认识很多朋友 他们也是因为政治 很多年老朋友 可能因为政治意见不一样 翻脸 闹得很凶 但是我也是不懂的 我在旁边坐着 我说感觉上你如果我是一个中途加入这个饭局的人 你以为是不是谁睡了人家老婆还怎么样 就不是 就是为了一些 你 就像你讲的跟你没什么关系 很远的一些事情 政治意见不同了 很正常 在你这儿是一个懂不懂的问题 在我这儿是一个羞不羞的问题 因为我年轻时候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在国内 然后刚到美国的时候 就动不动喜欢跟人辩论 我倒不会发火 只要吵起来我就觉得不好了 但是现在想起来太傻了 就是 我想我这么多年 这个又借除了一些事 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 再不跟人争辩论 这些 就不说话了 不说话 我开始学会不说话了 带你重新出发 以不同方式去体验世界 同样的食材 不同的创意 推动味蕾的诱惑 尽在完全时尚所测 实测行也 星期三晚上 凤凰卫视中央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大平台同步发送 最默契的配合 以沟通掌握趋势 全媒体资源就此互通友 全媒体全时空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我有一次就见到 也是一个归国的 一个海外的一个华人 在深圳罗湖海关那个地方 反而因为过关 排队还是什么 反而遇到一些麻烦 然后就开始跟官员大骂 你一听他大骂 他就像五四运动的演讲 他实际就是一个签证的问题 然后他最后 我这一直听着 中国为什么不发达 中国为什么跟世界 先进水平有差距 好在他 就是因为你们这个 满汉无能 你就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他确实有一种 动不动啊 他就上升到国家 你跟他讲有意义吗 他还是过不了那么关 那你现在要处理的问题 是你眼前 你要不要过这个关的问题吗 你跟他讲这个干嘛呢 我不太懂 这个要叫心理学家 社会学家 伦理学家 这都要给个说法出来 就是一种无名火 还有就是动呈就是大字眼 就是都跟国家民族历史有关 对 这是一个集体模式 好像 对 所以我蛮后怕的想想 我想年轻时候就是 就不明白这有多傻 多没教养 就是我到老了会跟很多人吵架 都是很老的人 五六十岁以上 那动肝火 我现在听到都会心蹦蹦跳 我都受不了 就看到如果同桌有 就旁边像橱窗里有人这样吵 我就 我年轻时候立刻就亢奋 就跟公鸡一样 现在我看到我都会心跳 就觉得好害怕 但是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乐的是 这国家的事又不是你能决定的 你知道吗 你说有什么用呢 你在这着急 你比如说你看 我就觉得你看 对于香港人来说 这帮人就很奇怪 就说 甚至你看 就是个知青 你就说这知青 上次我有一次跟扎建英说起来 我就说 我说你们那代人确实有一种 指点江山积阳文字 就你说话进不住的 你比如说你这个 咱说这个这杯水 咱就说这杯水 但他进不住的 就说中国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中国怎么怎么着 我现在还留有这个余席 很不好 动不动中国怎么样 对 就把问题层次一下拔刀 国家民族命运 就各个人很有大局 对不对 对 但是我还是想讲 刚才你说那种情绪 你刚刚讲这个 现在是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动辄 把一个很具体眼前的事情 拔到很抽象很高 另一个就是情绪 我说情绪问题指的就是说 在这个场合 你本来不需要有这样的情绪 但是他也上得很快 前两年有一件事 我记得我们也聊过 我们还看过一个视频 是什么 就是香港国际机场 那有一个内地游客 好像是赶不上飞机 还怎么样 你记不记得 然后跑到那个登机门口 飞机已经飞掉了 然后他那边破口大骂 踹玻璃 那个玻璃门 然后跟着 在地上打滚 真的 真打滚 在地上滚动 然后哭喊 然后全机场的那些 别的人都杀住了 看到到底是怎么回事 出了什么事吗 还怎么样 当然这种事是很偶然的一个例外 不是说每个人这样子 但是仍然会让你觉得好像这个情绪是怎么样一下子会爆发到这种他自己不觉得羞愧的地步 我想我觉得这点我很关注就像你那天你说如果有时候一些外国人吵架有什么老美他们吵架 然后他们如果发脾气 自己会觉得丢脸的 所以他们很快冷一下 就说我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发脾气 或者怎么样 但在我们这好像不太在意到自己这个行为表现出来怎么样 就比如说我今天假想我如果是隔壁那个发火骂贵员 连前面那个客人都骂的那个人 我如果是他我事后我会觉得很丢脸的 我会觉得这么大就大庭广众面前你这么莫名其妙发脾气骂人 你应该觉得很羞愧啊 如果就是很同情的去想 就是我相信还是大面积的长时间的有太多压抑的经验 就是无法发泄 无法落实 这无名火都是有名士才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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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来的 就是他会把大概多少多少年攒下来的一个 在那一刻忽然就就打开 所以这个要要做专家剧 就是就如果你经常有缓解的可能 比方具体的事情你能找到公平 或者跟公平无色的事情 但是你压抑或者不舒服 但是你又可以缓解 就好一点 我相信各国的人都有 但是你看你那天讲的美剧 我就发现 反而我看英剧美剧 它跟中国的电视剧 你知道相比 中国的电视剧 我都不用去看 隔壁放 我的总结就是哭爹喊娘 就是感情之之蓬勃 澎湃 你说的是美剧是吧 不是中国电视 国产电视剧 但是你看美剧里边 你发现没有 它这种包括夫妻之间的感情 当然也有吵架 但不多 它都是比较节制的 我的概念正好跟你有点不一样 就是跟刚才那个 还有点话题有点离开 就是在美剧里面 反而有很多非常激烈的吵架 情人爱人家庭之间 上司下属之间 包括种种种种人 人际之间就是 非常过瘾的暴烈的吵架 因为这个社会实际上很少很少吵架 太平静 甚至太乏味了 一切都在安排当中 理性当中 所以它会借文艺作品 就是它总发泄 就是为什么好莱坞电影有这么多恐怖片 什么科幻片 暴力 它的社会太宁静了 这是另外一个情况 我相信所有族群 所有人都有不舒服的地方 只要是有人的地方 那在中国文艺作品里 又不太好 那么好发泄 暴力也不可以 性也不可以 还有真实的吵架 为真实的原因吵架 也不可以 所以 所以在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它终于有一刻在某一个人那 因为某一个口子 它忽然就失控了 但西方文明好像是 有组织的把它拿到 转移一个发泄空间 把它变成一个虚拟空间 然后在里面 你什么事情都有 因为我非常理解摇滚乐 非常理解摇滚乐 因为年轻人 年轻人首先就骚动 种种原因的骚动 包括身体本身就是骚动 他不知道干嘛 当然也有些挫折 他立刻会找到一个原因 反战呀 或者信呀 或者是道德呀 或者募捐什么 种种这些 或者平常仅仅因为无聊 阶段性的像 像一种身体需要去 去伤哪一样 然后 你一跑进去出来 你脸上干净了 忽然就 就回去睡觉去了 我相信人的动物性 再加上种种因素 它绝对需要发泄 而且是非常 就跟整个砸碎那样的 要发泄 所以我相信西方 一直在找办法 找相对安全的办法 减少伤害的方法 尽量虚拟化 或者场合化 这样子 这是一种宣泄说 围柴洞立凤凤凰大视野 胜利的喜悦过后 他们突然陷入敌人的重围 突围的路上 一张过时的老地图 又让他们陷入凶残的越军 和丛山峻岭下的迷失 三十七个尖刀般的弟兄 用生命与鲜血 生死相依 经历了怎样的五天五夜 尖刀般的五天五夜 星期一至五 凤凤凰卫视中央台 现在西方就出了这么多枪击案 他还有出来一种叫模仿说 说因为这些太多的这些暴力的东西 让这个人们模仿 在现实中干出来 这也是一种 但总体来讲 那么当然美国枪起来是很出名的 就每年我们都看到好几起这种 对在学校里面或怎么样 但是大致上这个社会气氛的确像刚才才讲这个 就是你走在街上 你平常没有觉得那么情绪动荡 而且你知道吗 还有一个是什么 对不起 让我差一点 还有一个是台湾 台湾你感觉啊 他把台湾普通人的架 议员们都在电视上给吵了 吵掉了 你看他的电视 豪嘉义会打起来哭哭闹闹 可是实际上民间社会 台湾街上绝对不是这样的 亲切闻闻而养 对啊 真是 这温情的很可怕 对对对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是 跟情绪的控制 是一个不是个人问题 有时候是社会整体的 是这个文明问题 就有一个德国的一个历史学家 他讲文明化建成的这个大师的人物 他就说到 其实是关乎对自我的一个调控 就文明化的越精致复杂社会 他们对自己情绪 对自我的控制 会更严密 更惊严 然后他们的羞耻心会更增长 他会更觉得有些东西 这么样子是 不好看的 不得体的 不行的 但是 但我这么讲 当然不是说中国不文明 而是我觉得奇怪的是 你读书的话 你可能中国古人比我们很文明 在这种意义上 就比如说孔子讲那一大堆 你仔细看 他们是高度的对于自己情绪 该怎么表达 才叫合理 嗯 他们非常在 教授学者之流啊 嗯 就是 都是念书的 教育不在 一踏不长 整个也没羞没躁 也挺开心 他活得舒畅 嗯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一股恶气 好像 真的 但这种状况 我们是会夸的 就 你